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两名女性同学前往位于美国肯塔基州 James Town的坎伯兰湖游玩 结果遇到了意外 根据当地媒体WKYT报道 当地紧急事务处的经理告诉记者 事发当时 四人都在詹姆斯敦码头和沃尔夫西大坝之间的湖里游泳 而他们租的船却突然飘走了 两名男子连忙去追赶这艘船 但不幸被湖水冲走 另外两名女生游泳者被附近的一艘船只救气 但男生们却不知所踪 据悉 事发水域约有150英尺深 并且水流湍急 能见度较低 在接到报案后 搜救部门随即就展开了搜救 并使用声纳和水架摄影机等设备帮助寻找 经过了三个小时的搜救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直到6月8日凌晨2点15分 发现了两人遗体 均已遗亡 而被救起的两位女同学 在事发当晚 结束了伙同搜救队的三个小时的搜救行动后 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同伴 在现场独自找了一夜 相信得知 这个噩耗的两位女同学一定心痛不已 目前 两人的遗体已移交给Russell县警察办公室 进行尸检和正式鉴定 这两名留学生的家长在国内悲痛欲绝 并且碰上疫情 事发时在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向往美国参与搜救 好在大使馆与他们的父母接近联系 并进行沟通 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2020年全球疫情的爆发 反种族主义游行的盛行 再加上现在这两个留学生的遇难 可能越来越多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 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会选择转战国内 放弃或延迟孩子出国求学的计划 在小编看来 是否选择出国留学 还是要根据孩子自身的发展需要 来进行最后的选择 就疫情因素 如果留学目的立国的疫情还较为严重 则一定要慎重 选择延迟入学 或调整留学计划 国外的院校大多都可以申请休学 或者延期入学 往往只需要通过邮件和学校取得联系 便可获得许可 就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游行暴乱而言 小编觉得这可能并非常态 并且现如今游行活动 已经趋于平静 大多以喊口号和拉红服为主 起初的打砸抢烧 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所以如果已经选择留学 或者已在留学的学生家长们 也不必太过于担心 这个令人伤心的事件 给所有人都敲响了一个警钟 那就是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的安全意识 在美国的大部分景点 并没有严格的管理措施 也没有专人时时刻刻监督 因此在游玩时 意外也非常容易发生 其中溺水身亡是最常见的原因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全美每年约有4000人溺水身亡 或者受伤 相信如果这两个花季少年 老老实实地坐在船上细水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另外很多自认为的游泳高手 觉得没有什么自己征服不了的水域 可是要知道 大自然的水域和你家的游泳池 是完全两个概念 水下的暗流与礁石 分分钟耗尽你的体力 让你无处逃生 我们的2020已经过得非常魔幻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地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